《非洲豬瘟》的防疫整體檢疫 今天來到金門 主要是視察非洲豬瘟的防疫整體檢疫情況 自從非洲豬瘟發生以來 行政院採取了非常有效力 而且非常堅定的措施 讓非洲豬瘟在臺灣沒有發生的案例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持續保持這樣的情況 也希望在金門地區 我們也可以有更好的防疫和檢疫成果 有時候因為在這裡有案例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對金門到本島出口的豬肉和豬肉製品有些限制 不過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就會解除 我們也希望在這段時間很辛勞的 我們所有的全體部份同仁能夠再接再臨 另外我也這次來要了解一下秋平均重疫情的情況 也希望我們真的可以守得住 每次回到金門總是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因為我在2000年到2004年擔任入委會主委的時候 曾經在金門跟馬祖做了一項很重要的工程 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小三通的工程 那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有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覺得兩岸的交流一定要讓它正常化 那我們很多法規上當時法規的障礙 我們都必須要排除 那我們現在看的碼頭的設施 還有營運署的進駐等等 都是當時的規劃跟當時的建制 那剛才我們的縣長也告訴我 這個人數是持續在增加 使用小三通的旅客是持續在增加 那到了我們今年的6月 應該可以累積到2000萬人 那回想我們剛開始的小雙中 只有一個月大概只有2萬人 那現在我們已經累積了2000萬人 那這其中有很多人共同的努力 讓我們金門變成我們兩岸交流的最前線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 我們金門的觀光休閒產業能夠持續的發展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很多特色的觀光景點 那我們也會持續的跟縣長一起來努力 讓我們的金門的觀光跟休閒產業 能夠持續的發展 那也能夠讓金門持續的 在兩岸之間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的角色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